又一部大女主爽戏来袭 大尺度画面多刀爆 瑟琪 星云 杨子琼 林斯 黑豹母后 五个狠角色齐居一堂 化身不爱红装 偏爱武器的顶尖杀手 如果指望不上别人 那么女人就要撸起袖子拿起枪 秃秃掉所有敌人 这是萨姆母亲交给萨姆的唯一哲理 所以在遇到混子搭讪 持刀划脸时 她没有尖叫求救 淡定自若 随即她撇向一旁的书 等到萨姆再睁开眼 现场死伤无数 母亲也就此消失 15年过去 萨姆跟随母亲的脚步 成长为一名顶尖杀手 她所效力的无情犯罪集团 是母亲的老东甲 老板内森跟母亲是老友 因此内森很重视萨姆 派给她的都是最危险的任务 而萨姆也不负期望 总是能高效完成工作 但她的武器实在老旧 总是突生事端 于是她来到图书馆 找母亲的三位好友已就换新 在这里 她见识到了什么叫书中自有黄金屋 随便打开一本书 里面真的相有黄金 但更多的是枪械 武器刚到手 新的任务叮咚到账 集团会计偷盗千万现金 她需要上门讨债 对方手无负极之力 萨姆一出现就将其控制 她让男人把钱留下 人可以走 但男人却不愿离开 直勾勾望着床上的来电显示 萨姆以为手机有炸 立马调转枪口 男人当即伸手阻拦 结果枪支走火 子弹贯穿腹部 可即便如此 男人依旧不忘拿过手机 因为这是绑匪打来的电话 他的女儿就在他们手中 也是为了赎回女儿 他才不得不偷公司的钱 男人绝望地看向萨姆 请求对方帮助 也许是想起自己与母亲的分别 也许是为弥补犯下的失误 萨姆同意了 他先将男人送到 集团旗下医院进行治疗 随即根据劫匪提供的地址 提着箱子来到保龄球馆 期间老板内森打来电话 命令萨姆立马代线返回 否则集团董事会就会下达杀戮令 到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萨姆明白厉害 但他不愿眼睁睁看着女孩去死 果断挂断电话 而他的这一举动 也彻底引来杀身之祸 三名同期杀手倾刻出动 准备灭口 保龄球馆内 劫匪电话联系萨姆 要求他换上制定服装 在十分钟内带着手提箱 前往对面的购物中心 临时更换交易地点 对方还算有些脑子 然而意外横生 三个杀手半路拦截 棒球棍 电棒 撬棍 一一胜阵 与其萨姆 他们显然还不入流 最终被揍的鼻青脸肿 哭爹喊娘 眼看约定时间即将截止 萨姆不停狂奔 终于在最后一秒抵达 购物中心内空无一人 灯光树然打开 四名绑匪及女孩现身 萨姆按要求 把手提箱放进购物车 和对方一同推送 钱货两亲 但萨姆想要的是 金钱女孩两手抓 他立马抄起工具 追击绑匪 可就在追击劫匪的过程中 对方自己先闹起了内讧 枪战不说 还引发剧烈爆炸 手提箱里的十几亿赎金 就这么化为灰烬 可还不等他想解决办法 幸存绑匪偷袭 一枪击中胳膊 萨姆似乎不知疼痛 冷漠转身后 抄起钱棍 猛戳绑匪心脏 十分强悍萨爽 事后 他带着女孩来到集团旗下医院 送女孩和父亲团聚 可男人的脸已经被白布遮盖 无力回天 萨姆以为是自己当初下手太狠造成 殊不知是医生听从集团吩咐 杀人灭口 此外 原本前来抓他的三个手下败将 此刻也正在医院治疗 在得知萨姆出现后 他们和医生达成一致 医生先去给萨姆注射机无力药器 随即他们再趁人之威 拿下萨姆 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虽然医生成功注射 萨姆双臂宛若五股击爪 贪软两边 但他的战斗力仍未被削弱 剑三个杀手不断逼倾 他争分夺秒 指导女孩在自己左手捆臂手 右手绑手枪 随即转移到铁皮轮椅上 主动迎战 借助旋转惯性甩动胳膊 扣动扳机 打得对方猝不及防 但很快 他们发现bug 开始从不同方向展开攻击 但无一例外的 都被萨姆打得伤上加伤 萨姆只是胳膊瘸了 将最后一人砸得稀烂 战斗刚结束 电话响起 老板内森下达杀戮令 除却萨姆不听命令 私自带走集团财产外 他还在上次行动中 错杀黑帮大老儿子 现在大老找上门 集团董事会为求自保 将所有过错都甩在萨姆身上 现在的他不仅成为一枚弃子 还将遭受黑帮追杀 但老板毕竟亲自将他抚养成人 私下为他提供一处避难所 可还不等萨姆两人驾车离开 黑帮人马已然赶到 萨姆临危不乱 教导女孩挂挡拐弯 自己则控制刹车与速度 当对方进入可视区域 两人立马撞了上去 最后只剩一人存活 他追击的同时 喊人前来支援 萨姆和女孩来到避难所 然而两人刚抵达门口 旁边就走出一名持枪歹徒 枪口对准萨姆脑袋 电梯门打开 一群西装暴徒虎视眈眈 萨姆想要抬枪射击 十分钟前 萨姆来到这处避难所 结果被人偷袭 回头一看 竟是失踪多年的母亲 萨姆十分想念她 但却因为羁押已久的不满 而冷眼相待 但母女哪有隔夜愁 母亲为她中毒胳膊 注射解毒剂 并解释到自己当初 因涉嫌帮派火拼 处境十分糟糕 为避免萨姆受到牵连 所以才选择离开 这些年来 她一直都在暗处保护萨姆 没有哪个母亲 会抛弃自己心爱的孩子 除非有难言之隐 或是畜生 萨姆再也不原谅 那就纯纯不懂事了 三人整顿一番后 乘坐电梯前往大厅 准备去图书馆 找女杀手团帮忙 结果刚一开门 黑帮人马赶到 就发生了开头一幕 萨姆所中毒性 还未完全解清 他们势单力薄 只能仓皇逃跑 顿走秘密通道 可三人还是没能摆脱 黑帮追杀 图书馆被团团包围 萨姆知道这是自己惹来的祸 决定一人承担 让其他人赶紧走 他要不来这 其实其他人也不会有危险 属实是马后炮了 这座图书馆很特别 书中无字 全是盲盒 运气差的 开出金砖 硬气好的 顶级手枪 萨姆无暇选择 拆出什么用什么 照样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可对方不想武德 竟然来阴的 死拽萨姆双腿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又一群西装暴徒闯入 对着萨姆一阵拳打挑踢 说是持内侍快 母亲帅气登场 母女合体 天下无敌 他们选中致命武器 躲在桌子后 静等猎物 然而对方火力实在太强 与此同时 女杀手团也不打算走了 梅姨和萨姨 抄起武器折返支援 灵姨带着女孩 躲进安全屋 架起机枪 时刻防御 正当萨姆两人 准备手持冷兵器 来个鱼死往迫时 梅姨出现了 紧接着 萨姨抛出烟雾弹 随着烟雾弥漫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正式开始 他们人狠话不多 近身肉搏 化被动为主动 刀枪棍棒耍了个遍 最终顺利扫清敌人 他们去找林姨会合 结果却见林姨身受重伤 女孩不知所踪 十分钟前 另外一伙黑帮人马 偷偷潜入安全屋 林姨给女孩戴上耳机 打开音乐 开始了绝地屠杀 可等子弹打光 林姨反遭枪击 在之后的近身搏斗中 遗憾落败 女孩因此被怒 撤离途中 林姨在梅姨的怀中 陷入永远的沉睡 埋葬林姨时 萨姆突然接到 黑帮大佬电话 要求她来奶昔店见面 萨姆不愿再连累他人 就算是自投罗网 也是要独自前去 抵达奶昔店后 萨姆提出一命换一命 可偷偷跟来的母亲不同意 而前台的服务员 也早已换成梅姨和萨姨 他们让萨姆带走女孩 立场迟来的姐妹同性战 就此打响 这部火药奶昔 算得上是一部爽片 不过高燃场面不多 动作戏主要靠穿插剪辑完成 看起来没那么给力 但被誉为功夫女王的杨子雄 依旧英姿萨爽 喜欢看爽片的 看就完了 不必深究